中方一直高度关注汤家受灾情况 已经紧急行动起来 尽其所能 帮助汤家救灾 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向汤家提供 十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县汇援助 中国政府通过驻汤家使馆 以最快速度筹措了一批 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 于十九日交付汤家 汤家副首相太医出席交付仪式时表示 衷心感谢中国政府迅速向汤家伸出援手 这是灾害发生后 汤家政府收到的首批应急援助物资 这承载着汤中两国之间的特殊友好情谊 当地民众纷纷向中国使馆致谢 动情地表示 中国才是汤家的真正朋友 中方将根据灾情的情况和汤方需要 继续向汤家提供县汇和物资援助 并尽最大努力 克服火山灰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尽早运敌